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知道夏天主要负责就是设计还有那些细节上的事 现在倒好 你把我夹在中间给你们俩传话 夏天和我说完我再和你说 你和我说完我还得回给夏天 你当我当什么 夹心饼干 我就是夹心饼干里边的那个夹心 有完没完呀 我真的受不了了 行行行你少喝点别喝大了 嗯 夏天对你没有感觉了 就这么一丁丁点 都没有 你不知道 知道 你既然知道 你干吗还要这样呢 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点 爷们儿一点 你就算你不爷们儿 你好歹你给我正常一点 那也行啊 正道理啊 我不爷们儿 这么多年你被人甩了 谁送你回去的 那时候冬浩一直忙医院的事情 是 是不是我把你背回去的 你们家那台阶多高 你心里没输我 你体重多重 你心里没输我 背我怎么了 你 我还没说你占我便宜呢 你知道我黑历史 那又怎么样 你同样也是夏天的黑历史 今天就在这儿 咱俩以后谁也别提这事 行吗 好 不提了 你别喝了成嘛 你今儿再喝多我不管你的 爸 你知道那个时候 我特别羡慕你跟夏天 真的 我就觉得你们两个 像是童话故事里边的男女主角一样 你们两个一直相爱 然后连死都幸福地走下去 虽然那个时候你们也 也有争吵过 也对对方失望 也猜忌过对方 可是你们两个的心是在一起的 你们两个的心是为了彼此去努力的 是为了让对方幸福的 我想要看到的是你们两个好的结局 那样的话我也希望 我可以以你们两个为榜样 我愿意去相信这个世界上 有那种脚踏实地 真真切切的爱情 可结果呢 许子豪 你就是个混蛋 你把他全毁了 你毁了我的梦想 我告诉你 我今天 我今天 我就算喝到走不了路 我睡在马路上 我也不需要你背我 我用不着你背 我用不着你背 我用你放开 行了 我不是背你的话 你爬回去 我都说了 我今天就算爬回去 我用不着你背我 你背我 你坐 你 你这五年到底吃了 说得怎么变得那么沉啊 说得沉 你脸都没有看 我跟之前一样的重量 你别动 别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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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死我了 你别了 放我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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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说一个 宋姐 我求你了 安静点吧 我求你了 宋姐 我求你了 你别 我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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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喝点水吧 许哥好 要不是因为你背包 我也不可能吐 你就是个混蛋 我求你了 你上频道 大家帮你了 所以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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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吧 你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